此地之工徘徊在雨后的街道 用心地为潮山做准备 三步一拜念念前程 之工清晨时分 回绕在古境知会前的道路 诚心送念佛号 把祝福回向世界 祈求天下无灾 因为我的双脚步很方便 我就不能够讲三步一跪 我就跟着每位师姐 跟在后面那边 这样一路走拜拜 也是我的心愿 慈祭正式迈入第49个年头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除了潮山 也透过网络视讯连线 与台湾花莲禁私经社 同步奉送药食经 祝愿世界平安吉祥 抗癌复苏中的慈祭志工 李梅更是虔诚一念 我也是带着一份那种虔诚 送这份金回想给大家 也祝上人 也祝福自己身体健康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 紧跟上人的教诲 不只深入社会暗角 抚慰苦难 还精进文法 修正自己的行为 可能真的要文法 一定要情修界定会 熄灭叹真实 所以不只是要拜金 每天不只是会耸经 然后更要文法 读经 然后进一步行经 为佛教 深信法不移 为众生 敬人心不退 慈祭人稳健脚步 继续为人间佛教而努力 当然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马来西亚统合